要進到大寮做菜 即使是大老闆 也要遵循SOP 馬來西亞食業家 這次要親自下廚 供養師傅 第一步驟 切菜就是門大學問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鍋子何時能下油 何時能下菜 什麼時候能起鍋 他們是一邊問一邊學 最怕心急 好了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對 要混合一會 對 然後旁邊的粉 對 很棒 還不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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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道菜還沒做好 已經是饅頭大旱 不同於經營公司 在這裡心要更細 OK 不夠鹹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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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菜一湯全都自己親手做 全工集團創辦人 單司裡陳志遠 還帶著小兒子一起來 難得親子一同下廚 全球手套大王 單司裡名偉才 全城戴著自家手套 來做羹湯更有意義 好菜終於要上桌 很棒 對 很棒 很棒 在金社用餐不是第一次 但這次是第一次端菜上桌 小心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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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災前順利完成任務 儘管衣服都已經濕了一大半 心情卻是愉快 吃菜的時候讓我們知道 即刻不即刻 不即刻又要進步 待會新聞花蓮綜合報導